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时代 日常记录从纸质转移到电子存储 它带来了无限的容量和随时随地使用的便利 然而 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如果没有打开应用程序 记录就无法提醒 容易忘记重要事情 即使设置了定时提醒 提醒时间也不一定是最佳处理时间 因此可能会延迟或取消 从而导致遗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使用白板强贴来记录生活 工作清单 这能帮助我摆脱数字性遗忘 适用于居家办公的GTD补充记录方案 为什么是白板 在中学时 我没有电脑和手机 就曾把最初的GTD记录在玻璃桌面上 若记录失效或不再需要 只需擦掉即可 白板强贴与当时的玻璃桌面效果类似 只是换到墙上了 我在书房和走廊各贴了一块白板 书房的墙贴用来提醒当天要做什么 走廊的墙贴用来提醒日常生活仪式 无论走到哪里 都不会错过重要提醒 特别是在不确定下一步该做什么事 我只要转身 就能看到工作清单非常直观和便捷 与电子记录相比 白板没有软件框架限制 它可以用于绘制思维导图 帮助人们更清晰的组织思路 也可以用多种颜色的记号笔随意书写和图样 以原始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 因此 白板是记录 展示信息和思考的极佳工具 白板墙贴源自参赛群里分享的一个很棒的主意 使用静电墙贴作为白板 可以随时记录 在尝试的过程中 我更换了三种材质 透明静电墙贴 白色静电墙贴和PVC墙贴 西磁软白板贴 在我的方案中 记录的想法分为日常仪式和生活 工作两类 日常仪式记录在走廊白板上 生活 工作记录则输出在书房白板上 下面我将简要介绍白板内容和思路 我最常呆的地方是书房 所以把日常记录都放在书房白板上 用来记录当日清单 锻炼进度 思维导图 项目跟进和临时安排 书房白板使用率较高 因此建议使用一写一擦的PVC墙贴 西磁软白板贴 走廊白板是对书房白板的补充 可以在书房之外的区域 提醒生活仪式等内容 例如每天早上喝杯热水自测提汁 晚上进行当日回顾和睡前准备 走廊白板擦写频率较低 可以使用便宜的静电强贴 如果需要修改走廊白板的提示 可以用纸巾沾水擦拭 使用白板强贴记录 GTD并不意味着放弃数字化记录 相反 我可以将白板强贴与电子记录结合起来 使用电子记录来存储详细信息 而使用白板强贴来提醒重要事项 在当日检视的环节中 我会同步书房白板和电子GTD 以确保两者的内容保持一致 这样我就可以再保持良好的效率和组织性的同时 还可以提高记录的可靠性和可追溯性更多 通过使用白板强贴记录GTD 我发现它不仅可以帮助我更好的管理时间和任务 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因为白板强贴是实体物品 我可以随时随地看到它 而且它是直观的 使我一目了然地了解自己的任务和进度 此外 白板强贴可以随时更新和修改 让我可以随时调整计划和任务 白板工具填补了笔记 清单应用和个人定制需求之间的空隙